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好,阿弥陀佛 今天是2021年10月24日 农历9月19日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是个好日子 今天我们讲 学习恩师好榜样 感谢恩师教化我 系列专题讲座的第二讲 第二讲的题目是 原句原散 聚散坦然 这一讲呢 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 说说老法师和他的三位老师的缘 第二个方面 说说老法师和他的护法的缘 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老法师和他三位老师的缘 学习哲学 主任是世界文明的名教授 那一年老法师认识了方东美先生 是老法师给方东美先生写了一封信 想去台湾大学 旁听方东美先生的哲学课 因为方东美先生和老法师是安徽同乡 两人见面之后 方东美先生对老法师说 现在的学校 学生不像学生 先生不像先生 你来旁听会大失所望的 听了方先生的话 老法师觉得 是不是被先生拒绝了 他很失望 也很伤心 就在这个时候 方先生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想学 你到我家来 这是老法师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然后 方先生对老法师说 你每周来我家 单独学习哲学 我给你讲课 早晨 九点半 到十一点半 两个小时 授课时间 老法师 真的是 喜出望外 大家想一想 一个老师 教一个学生 这叫一对一教学 对于现在来说 一对一教学 不算个什么稀奇的事 家里精进条件好 高薪 聘请一位老师 到家里来 来教自己的孩子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我们想一想 69年前 方东美先生 一个老师 教老法师 一个学生 那个时候的一对一教学 而且是分文不收的 这是不是就有点稀奇了 方东美先生 在家里 给老法师 开了哲学课 这样的教学 开始以后 老法师 受益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 遇到了一个好学生 学生 遇到了一个好老师 所以 老法师的哲学 是在方东美先生 家里学的 方东美先生 给老法师 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最后的一个单元是 佛经哲学 那个时候 老法师 对宗教 基本上是不接受的 是排施的 他认为 宗教是迷信 是骗人的 他怎么还会是哲学呢 还会有哲学呢 方老师告诉他 你还年轻 你不懂 释迷信 释迷信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大乘经典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 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老法师 老法师 从方老师这里 真正了解到 佛法 不是迷信 老法师 入佛门 不是听 出家法师 讲经说法 入佛门的 他是 哲学界一位著名的 大德学者讲的 佛经哲学 和那三句话 吸引了老法师 改变了老法师 对佛法的 错误的认知 老法师 是这样入佛门的 有点与众不同 他是从学术 入佛门的 方农美先生 把佛法 介绍给了老法师 引导老法师 初闻佛法 入了佛门 方先生 功德无量 他是老法师的 大善知识 伯乐 学佛的引路人 学术入佛门 真的很奇特 这是啥缘分 谁能说明白 下面讲 老法师 和张家大师的缘分 认识张家大师 奠定寻佛基础 老法师 入佛门之后 缘很殊胜 半年以后 很幸运的 认识了 张家大师 这是他的 第二位老师 张家大师 是内蒙古的 第七世 张家 忽图 客图 蒙古语 忽图 客图 有明心 见性 生死 自在的意思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指导下 练定的 张家大师 让老法师 知道了 哲学 不是佛法的全部 它只是佛法的一部分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告诉老法师 收录在大藏经里的 感觉生老病死的问题 而出家 学到 后来 夜赌明星 大彻大悟 对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底通达明了了 随即 从 路野院 渡吴比丘 开始了 讲经 说法之路 讲自己 证物的真理 传播出去 释迦牟尼佛 是什么身份 老法师说 用现代话说 他是一位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 义务工作者 一生 从事 教育工作 从而 使我们认识到 佛教 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更不是迷信 佛教是 释迦牟尼佛 对众生 至善 圆满的教育 老法师 亲近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给他 奠定了 学佛的基础 而且 这个基础 是坚实的 老法师 向张家大师 请教 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尽快 契入佛法 大师 沉默了半个小时 说出一个字 有 老法师 非常想听听 后面的答案 可是大师 又沉默了 这一次 沉默了 大约五六分钟 慢慢地 说出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大师 说出了 这六个字 并让老法师 把这六个字 做六年 老法师 第一次 见张家大师 向张家大师 请法 一共 请出来七个字 第一个字 有 后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就是这六个字 让老法师 受用一生 老法师 亲近张家大师 三年 张家大师 六十八岁 原地了 老法师 失去了一位粮食 三年 师生缘 教个六字 法 至少 功效大 基础 打牢了 下面讲 老法师 和 李炳南老师的缘分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原地之后 通过 朱敬咒 老 居士的 介绍 老法师 认识了 李炳南老师 中国人 讲守规矩 讲 师承 一定要遵守 老师的规矩 老法师 老法师 到台中 亲近 李炳南老师 那一年 老法师 三十一岁 老师 对他提出了 约法三章 大家注意听 你看看 这个约法三章 你听了 有什么感受 第一条 你到我这里来 依我为师 从今天起 一切法师 居士大德们 他们讲经说法 不准听 第二条 从今天起 你想看的书 无论是佛书 是世间书记 一定要经过老师同意 老师不同意 不准看 第三条 你过去跟方老师学的 跟张家大师学的 我一概不承认 统统作废 从今天起 一切从头开始学起 你能接受 就留在这里 好好地学习 不能接受 你另请高明 同学们 你们听了这个约法三章 有什么感受 是不是觉得有点 刻刻 有点跋扈 如果是你 你能接受 这个约法三章吗 老法师 想了 两三分钟 就接受了 为什么 这么快就接受了 原因 有这么几点吧 周邦道老校长 亲近 李炳南老师多年 老校长 是抗战时期 老法师念中学时的校长 晚年拜李老师为师 跟他学佛 这是一位一生大爱天下 大公公司 是学生们公认的当代圣人 老法师 尊敬 信任 爱戴 他的老校长 李炳南老师 是净土宗 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的学生 这是有师承的 是朱镜仲老居士介绍的 这是一位知名的 很有修行的 大德居士 是老法师 非常尊敬的人 因为这些人 都是老法师 平生 最尊敬的人 所以老法师知道 李老师 是一位真正的 善知识 因此 他欣然接受了 这个 看似 苛刻 和跋扈的 约法三章 什么叫智慧 这就是智慧 什么叫缘分 这就是缘分 棒打不散的缘分 前生注定的缘分 就像歌词唱的那样 多生多结 诗生缘 今生有缘又相见 众诗成 守规矩 老法师接受约法三章 拜李炳南老师为师 跟随李老师 学习经教 李老师给他定个五年期限 李老师对他说 我只能教你五年 五年期满了 老法师主动向李老师请求 再加五年 再加五年 诗轮 所以老法师跟随李老师学习经教 一共是十年时间 老法师遵守老师的约法三章 什么都不能听 什么都不能看 三个月时间 就见成效了 心清静了 烦恼少了 智慧长了 到了半年时间 效果就非常显著了 他这才知道 这个办法好 但这个方法 是从哪里来的 老法师不知道 他也没问过老师 直到老法师 在新加坡 遇到了眼培法师 眼培法师 告诉老法师 他小时候出家 地贤老和尚 就是用这个方法教他的 老法师这才恍然大悟 这三个方法 不是李老师的专利 是中国老祖宗 祖祖相传 传下来的老办法 看到这个学生 可造就 可栽培 就用这三条来限制你 这三条 就是戒律 不能造就 不能栽培的 老师不用这个方法 修学 最紧要的是师诚 你要跟一个老师学 李老师讲 传人的私质 没有别的 就是完全听话 百分之百听话 错了 也要听 这样的人 到哪里去找 真的找不到 所以 师生之源 是可遇 不可求的 听到这一段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前两句 能够接受 传人的私质 没有别的 就是完全听话 百分之百的听话 这两句 还行 第三句 错了也要听 接受不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但是李老师告诉的 确实是 这三句话 老师教你什么 老师以种种方便 成就你的根本质 把你心里的梦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洗刷的 干干净净 你的清净心 现前 你的界定会 就现前了 根本质 你就得到了 这是老师帮助你 最大的成就 让你得到 根本质 达到了这个程度 老师就不再叫你 跟他在一起 你就可以出去 参学了 根本质得到之后 才有资格参学 参学 是广学多文 成就 后得志 所以 根本质 是从老师那里 学来的 中国古人 这个方法 用了几千年 效果捉住 如果不是这样 早就被淘汰了 如果不是这样 祖师大德们 为什么还坚持用这个方法呢 他坚持用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释述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典 没有人教他 都是从自性中流露出来的 所以 学佛 学佛 重在 悟 悟了之后 问题就解决了 事出 世间法 你都明白了 这个道理 一般人不懂 因为没有切身体会 佛法里头 讲得很清楚 深入精脏 能帮助开悟 李老师 讲经教学的方法 完全用的是 中国传统的 私属教学法 对学生 个别知道 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 进度也不一样 一步经学会了 检验的标准 达到了 你才可以 学第二步经 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就是 你能上台讲了 讲 还有个检验的标准 我记得李老师的标准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不是像现代 有这么高级的设备 就是在一个讲堂 如果有学生 讲小座 老师是坐在最后一排 没有什么扩音器 学生上台 讲经说法 那是副讲 叫讲小座 他讲的声音 老师坐在最后一排 能听得清楚 这才可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你讲经说法 要让大家听清楚 听明白 这是李老师 讲经教学的一个特点 讲小座 第二个就是 要求是 你副讲 讲漏了没关系 就是说你讲少一点了 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自己 加上自己的意见 也不允许找参考资料 就是老老实实的 让你听 完完全全的 按照老师的讲法去讲 看起来 这个讲法 似乎是很笨拙 到以后 明白了 这个方法的根源 是从阿南尊者那里 传下来的 阿南尊者 在集结经葬的时候 用的 就是这样的副讲 佛家培养法师 世世代代 都用讲小座的方法 这样学成的人 是什么样子 学耐心 学谦虚 学恭敬 不在这个上面 电影基础 稍微能讲一点的时候 傲慢习气 就生起来了 就飘飘然了 觉得自己能讲了 我了不起了 如果是这样 这个人就完了 就废掉了 李老师讲经教学 不准录音 谁要是在他面前 放个麦克风 他就一句话不说了 他要求你 全身 贯注的听 这样 你才会受用 老师说 你一录音 你就懈怠了 因为什么 有依靠了 我课堂上没听懂 我回去 我可以听录音 这老师是坚决不允许的 就是老老实实的 全身贯注的 听讲 还有 李老师讲经教学 不允许 记笔记 你就是听 你看看 从头至尾 我说的 是不是就一条 你就是 全身 贯注的听 不许你 记笔记 如果有的同学 听完了以后 又遇到难题了 解答不出来了 让老师再给讲一讲 这个事 老师会打人 骂人的 打完了 骂完了 还不能跟你讲 因为什么 李老师说了 你把他打了 把他骂了 然后你又给他讲了 他会想 反正就是被骂几句 被打几板子 但毕竟老师还给我讲了 他又有依赖了 所以打了你 骂了你 还不跟你讲 这一招真是高招 那时候的李老师 用这个高招 才能培养出人才 就是不让你 存侥幸心理 说打点骂点 没关系 只要老师 跟我讲就行了 不会跟你讲的 打你骂你 还不跟你讲 你说这招高不高 老师这样教学的目的 是教你开悟 教你每一堂课 都有悟处 注意了 这句话太重要了 教你每一堂课 都有悟处 积小悟 称大悟 要全身贯注 积大悟 称大彻 大悟 你的境界 年年提升 你所记忆的东西 不重要 古来 祖师大德的教学方法 和现代教学方法 不一样 现在的这些方法 是帮助你记忆 这些记忆是什么 是帮助你分别 帮助你执着 你永远不会开悟 这一段太重要了 你听懂了吗 老法师 老法师跟李老师学习经教 十年 他学到了什么 他学到了老师的教学思想 学到了老师的教学理念 学到了老师的教学方法 这些是真东西 老法师全都学到了 不但是学到了 而且是学活了 而且是学活了 讲活了 李炳南老师 功德无量 是他成就了当代的一位圣僧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李老师 李炳南老师 送给老法师四个字 至诚感通 老法师得大受用了 学习经教确实不容易 老法师 老法师当年听李老师 是这样告诉他的 讲经教学 利益众生 基本条件 是要通 世出世间法 通 出世间法 这部大藏经 我们一生 能不能通的 要是不通 就不弃理 通世间法 单就一部四括千书 你能通得了吗 通不了 你就没有资格讲 而又非讲不可 这怎么办 李老师告诉老法师 至诚感通 就是用真诚心 求感应 基本条件 就是慈悲心 真诚 爱一切众生 这是基础 中国古艳语说 量大 福大 你要有大智慧 大福德 完全看你的心量 再说一遍 你要有大智慧 大福德 完全看你的心量 要用真诚心 求感应 求佛菩萨 真诚到极处 就是通 就感通了 这个通 是感应 浓浓 诗生情 师徒 如父子 老法师 出家的姻缘 成熟了 要去台北 原山 林祭寺 梯渡 老法师 离开台中时 李老师 亲自送老法师 去火车站 老师 流眼泪了 他感叹地 跟老法师说 哪一个老师 不希望自己有传人 传人 没有别的 是完全听话 百分之百的听话 错了 也要听 到哪里去找 真的找不到 所以师徒之源 是可遇不可求 是人 一生的 大福报 我们要知恩 报恩 老法师说 老师 能把真东西 传给你 能把他的经验 告诉你 在这个老人身边 他经验丰富 阅历丰富 许许多多 人情世故 我们根本不懂 跟着他 就学到了 我们是长随众 老师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一切应酬 我们都在身边 那个时候 身边有二十多个人 都在那里看到 这种学习的场所 学习的机会 让人长见识 长智慧 我们晚年 感到遗憾的 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 没有严加管教 如果老师严加管教 我们得到的东西 会更多 老法师出家以后 台中的同学 到台北去找他 告诉他 老师讲经时骂人了 说 你们十年 什么都没学到 学到的人走了 这个 学到走了的人 一定是老法师了 老法师的同学问他 老师教你什么 我们没有学到 老法师告诉他们 我学的 跟你们完全一样 老师没有单独 教我什么东西 那个同学又问 那老师为什么 说你学到东西 老法师说 可能是心态不一样 我们在台中的时候 是分秒必争 因为我们不是台中人 到台中来 是做客 时间很宝贵 做一天 这一天是福报 很珍惜 你们是台中人 对时间不在乎 十年不行 二十年 二十年不行 三十年 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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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我怎么敢懈怠 在台中 没有根 没有家 随时会离开 这个机会 太难得了 所以我们 倍加珍惜 我们从这里 可以联想到 佛 为什么不久住世间 佛要是久住 难遭遇之想 生不出来 恭敬之心 生不出来 凡夫 殷勋 苟且 把光阴错过了 古今中外 都存在这个问题 尤其是 现在社会 跟古人 是不能相比的 老法师 和他三位老师的 原句 原算 我虽然说了这么多 还远远不够 这一次 就暂时 说到这里 下面说 第二个问题 说说老法师 和护法的缘 老法师出家以后 生活非常辛苦 没有人供养 老和尚 欠他学经菜 说 讲经没有收入 怎么活得下去 老和尚的话 把想学讲经的都吓跑了 老法师没有被吓跑 他记住了张家大师告诉他的话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是这么说的 他安排的 可是老人家力不所及 他想了个办法 他找了15位道友 每个月每个人拿10块台币 凑在一起 150块钱供养老法师 150块钱 当年和美金不到5块钱 这是老法师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位干老居士 能不能算是老法师的第一个护法 老法师离开台中 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恰恰在这个时候 韩英官长的姻缘成熟了 老法师讲经 韩英官长是忠实的听众 几乎讲经 每堂课他都不缺 他了解老法师的处境 知道老法师的难处 就带老法师到他家里去参观 并邀请老法师到他家里去住 他的丈夫和孩子也都同意 老法师 老法师把这件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了 李老师让他把韩英官长带去见面 见面以后 经老师同意 老法师住到了韩英官长的家里 没想到一住就是十七年 韩英官长很难干 试法佛法都有基础 护持老法师三十年 刚开始的十七年 非常艰苦 租场地 借场地 常常换地方 就像打游击一样 这些事 都由韩英官长去张罗 听众 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这些人 都是韩英官长 邀请来的朋友 直到1979年 才有了一点点微薄的能力 在景美建立了一个五十平的小道场 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讲经场所 这就是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华美图书馆 韩英官长 照顾老法师三十年 如果没有这个护持 那就是李老师讲的 走投无路 老法师这样说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剥辱 在韩官长这个道场 落实了 没有这三十年 烦恼习气 咱们能断得了 不容易 你们不如我 你遇不到韩官长 这么多年的折磨 说老实话 你也没有那个耐心 能够忍受三十年的折磨 这样 你怎么会有成就 你不能成就 三十年的磨炼 让我在佛法修持上 得其门而弃入 这段话不长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个字 你听出味道了吗 我把自己的感受 说给大家听 第一点感受 这一段话 看似很平常 好像落架场 好像一杯白开水 可是他字字都是真宝 他的深邃内涵 有几个人读懂了 我们是身在宝山 不食宝啊 第二点感受 上进下空 上进下空老法师 是当代可遇不可求的 难得以遇的圣僧 老法师是怎样成就圣僧的 有秘诀吗 如果说有秘诀 这段话 就是秘诀 可惜你不认识 第三点感受 老法师 是真正生活在感恩世界里的人 他实时感恩 处处感恩 无一不感恩 我们不知道感恩 有时甚至是恩将仇报 真是可怜民主 第四点感受 老法师慈悲无限 大爱无疆 老人家 普爱一切众生 普度一切众生 记住 没有普爱 哪有普度 看看我们自己 给众生一点点爱 还那么吝啬 还觉得自己像个救世主一样 什么是高大 什么是渺小 只有比较才知道 第五点感受 老法师 把三位老师的真东西 都学到手了 为什么他学到了 别人没学到 因为他成静 老师说的话 他百分之百的相信 百分之百的照做 他不怀疑 第六点感受 老法师把他的真东西都传授给我们了 62年 苦口婆心的劝解 是不是传授 老法师传了 也瘦了 也瘦了 问题是你接受了没有 想想我自己 老法师讲的东西 我听懂了百分之三十 为什么 说明我的成静心 只有百分之三十 怨谁呀 怨自己愚痴呗 第七点感受 极乐地狱一念间 想想你该怎么办 机缘错过不再有 这个抉择很关键 老法师是一个真正信佛的人 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彻底地交给了阿弥陀佛 他的一生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是元聚还是元散 也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 有多少次走投无路 就有多少次柳暗花明 月有圆缺 人有聚散 事聚事散 弥陀安排 走投无路 柳暗花明 圆聚圆散 师皆坦然 1997年3月5日 韩英官长往生 这一方的圆进了 那一方的圆成熟了 1998年4月4日至2003年年初 老法师应邀在新加坡居士林 讲无量寿惊 老法师在澳洲红法 在美国红法 他红法的足迹 变满五大洲 我曾经看过一套老法师在美国红法的录影带 那真是神采飞扬 讲得太精彩了 看得我忘了病痛 记得那时 老法师是站着讲法 有表情动作 据老法师说 那时在美国红法 每天讲九个小时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晚上三个小时 老法师红法 走向了世界 走进了联合国 在老人家90岁的时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巴黎总部 为老法师设立了永久办公室 老法师说 这是三宝加持 祖宗保佑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来帮助团结世界宗教 引导宗教 回归教育 带动各大宗教 讲经教学的风气 这非常有意义 非常重要 宗教 是伦理 道德 因果 以及圣贤智慧的教育 这种教育 在西方 是宗教 在东方 就是 如是道 这是人类 最重要的教育 只要西方 把宗教找回来 东方 把如是道找回来 这个世界 就会有和平 灾难 就可以化解 老法师 在联合国 还有一个使命 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 要把中国五千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法 教育成果 以及历史经验 介绍给各国的大使 人类的文明 真正长远的和谐盛世 决定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文化 最珍贵的核心 是它的教育 五千年的辉煌历史 所依靠的 就是中国老祖宗的教育 这个教育 能够真正复兴 中国有救 世界有救 人类有救 这个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属于全人类的 海外红法 元殊胜 广阶善缘 红大法 晚年走进联合国 世家政法 传天下 今天的交流 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